长生不老 点石成金是人们所追求的 传说中 只要学会炼金术 这些梦想都得以成真 那炼金术跟科学 有什么关系 有太多人想要了解 点石成金的秘密 有各式各样研究物质的理论出现 随着炼金术的蜂巢 实验的器具 也开始缝缝 发展 越来越多的研究需要实验佐证 一场旋风式的科学革命 就此展开 18世纪科学家史塔尔 提出了燃素说 来解释燃烧现象 这个理论影响了整个科学界 燃素说 简单来说 燃素就是控制燃烧的微粒 有燃素的物质 就可以燃烧 反之则否 而燃烧之后 燃素就会溢散到空气中 剩下的灰烬就是少了燃素的物质 但史塔尔的燃素说却无法解释 为什么金属燃烧后反而变重了 为了研究燃烧 为了研究燃素说 科学家拉瓦杰在密闭容器中进行碳 硫 磷 及拱等物质的实验 结果发现 拱加热变成氧化拱 所增加的质量 等于空气中所减少的质量 所以拉瓦杰认为 物质在反应前后的总质量 并不会发生改变 因此提出质量守恒定律 而拉瓦杰 为了确定空气是否参加反应 他设计了著名的中兆实验 通过这一实验 可以测量反应前后气体体积的变化 得到参与反应的气体体积 经过拉瓦杰的实验验证 物质反应会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那么我们又要怎么说明 化学反应在非密闭系统中的质量变化呢 其实物质不会凭空消失 若反应前后质量减少 代表产生的物质散失在空气中 物质也不会无中生有 若反应后质量增加 代表外界的物质参与反应 而英国的科学家道尔顿 也发现不同的元素的原子 借以简单整数比相结合 形成化学中的化合现象 因此提出了贝比定律 拉瓦杰不仅推翻了燃素说 也确立了元素的概念 也就是物质最基本的组成是元素 其无法再进一步分解出其他成分 这些结果成为往后化学发展的基础 所以拉瓦杰被世人誉为近代化学之父 而法国另一位化学家普鲁斯特 则研究了许多种化合物 经由多次实验 发现对同一种化合物而言 不论来源为何 其中所含各成分元素间的质量比都固定 此称为定比定律 又称为定组成定律 不论水是由海水存化取得 或是淡水过滤而来 水中所含成分元素的质量比都是一样的 氢的质量比氧的质量 而二氧化碳也是如此 无论来源或制造方法 二氧化碳中所含成分元素的质量比为 碳的质量比氧的质量 等于12乘以1比16乘以2 等于12比32 等于3比8 定比定律的出现 让我们知道不论化合物的来源为何 其间的组成比例都会一致 反过来说 当我们发现化合物的组成比例时 即可推得其为何种化合物 这也是目前检测未知物的 其中一个方式之一 听完定比定律的介绍 接着请你应用此定律的概念 练习找出答案 而英国的科学家道尔顿 也发现不同的元素的原子 借以简单整数比相结合 形成化学中的化合现象 因此提出了倍比定律 倍比定律 是指两种元素构成不同的化合物时 使一元素质量固定 则另一元素质量呈简单整数比 且仅适用于两种元素的化合物 不适用于两种元素以上之化合物 像是碳、氧、氧 可形成一氧化碳 及二氧化碳这两种化合物 取28克的一氧化碳 其中碳占12克 氧占16克 取44克的二氧化碳 其中碳占12克 氧占32克 碳的质量固定为12克 则氧的质量比为16比32 等于1比2 为简单整数比 而氢、氧可形成水 以及过氧化氢这两种化合物 其中取18克的水 其中氢占2克 氧占16克 取34克的过氧化氢 其中氢占2克 氧占32克 氢的质量固定为2克 则氧的质量比为16比32 等于1比2 为简单整数比 接着请你应用 倍比定律的概念 来找出答案 质量守恒定律 定比定律 和倍比定律 对道尔顿的原子论 产生重大的影响 原子论可以清楚解释 定比定律 也可以说明倍比定律 倍比定律的成功 让质疑原子论的声音 逐渐减弱 学了这么多 我们来重点整理一下 质量守恒定律 是指任何一种化学反应 其反应前后的总质量不变 定比定律 对同一种化合物而言 不论来源为何 其中所含各成分元素 间的质量比 都是固定的 称为定比定律 倍比定律 是指两种元素 构成不同的化合物时 使一元素质量固定 则另一元素质量 呈简单整数比 且仅适用于两种元素的化合物 不适用于两种元素以上之化合物 大家要注意的是 定比定律 讲的是同一种化合物 而倍比定律 讲的是不同的化合物 这两个定律很容易搞混 例自17世纪末以来 人类在一系列化学实验中 对各类型的反应进行定量研究 并逐步意识到 反应物与产物之间 有确定的比例关系 每种化合物 都有确定的组成 想问各位同学 如何从围观的角度 来解释今天教的这三个定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哦 下次见咯 拜拜